摔倒的博尔特,交接棒的轴肌,男子4X100米接力的赛场不太平,倒数第二个比赛日,今天的重头戏自然是压轴的男子4X100米接力,这将是博尔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大赛。 每家争锋一直是近几年短跑项目的焦点。 几天前,35岁的加特林刚刚完成了逆袭,他对博尔特的跪地之线和克要历史交织在一起,成为是锦赛最热的话题。 今年是他们翻盘的最好机会,紧随加特林冲过终点的是他的队友科尔曼,这以为着伦敦最快的两位白米选手在同一支队。 其实美国人的对手一度只有自己,他们在过去的四届市锦赛里发生了三次调放,只能说他们生性不羁爱自由。 博尔特横空出世后,亚买加已经实现了这个项目奥运会市锦赛的三连贯。 时过境迁,闪电示威,从2009年到2015年,四届市锦赛,亚买加接力队从未需要博尔特在预赛出场。 今年博尔特破例连跑两枪,第一棒迈克劳德其实是110米莱恩运动员,布雷克状态也不好。 博尔特就是亚买加田径的风向标,五年前的同一片场地。 博尔特和队友们跑出36秒84的世界纪录。 两年前的北京,亚买加短桃队在鸟巢拿下七枚金牌。 如今,亚买加自开赛后还未有金牌进账,全世界都在等着博尔特的羡慕战。 亚买加队入场时观众的分贝和英国队不分上下,他还能在通道里和吉祥无打闹。 不过接棒后,博尔特明显步伐不稳,亮亮呛呛跑了一段距离。 博尔特在距离终点还有30米的地方摔倒,痛苦地趴在地上,大腿拉伤。 博尔特没能完成比赛,转播镜头一扫而过,一辆组将轮椅推到博尔特身边。 他挥手拒绝,慢慢站起来,在队友的搀扶下,然后走下赛场。 传奇落幕的剧本实在过于意外和匆忙,他骨子里那种生而为王的桀骜,不会允许他坐着轮椅退场。 出乎意料,美国人最后也没有抢回冠军。 本土作战的英国队从发枪到冲线一直保持领先,在伦敦晚捍卫了主场。 但第二棒选手在交接区内挥到苏炳天,让中国队错失了争夺奖牌的机会,日本队拿到第三名。 本次伦敦式锦赛也很可能将是苏炳天和张培蒙的最后一次大赛。 没能再次夺牌固然是遗憾。 他们带给我们的惊喜已经太多。 但下一个苏炳天和张培蒙,又在哪呢? 20天前的国际田连钻石联赛摩纳哥战比赛。 吴志强、谢振业、苏炳天和张培蒙四个人,为中国中国男子杰利斯X100拿下了第一个世界冠军。 他们的成绩是38秒以9。 录像显示,抽现时的张培蒙,同环博尔特时的,看向了个必到的对手。 上一次能在赛场上比拟众生的中国选手,叫刘翔。 在刘翔退役后,中国男子田径的短道项目的王牌就一直有XX100尼接力把持。 市井赛银排,要运会冠军,里约要运会打破亚洲纪录。 再到摩纳哥战夺冠,张培蒙和苏炳天率领的中国男子杰利,有了向世界顶级强手们叫板的资本。 北京市井赛第九道奇计划分两头,摩纳哥战冠军的分量还没有重到让中国田径看不清现实。 摩纳哥的赛道上,没有亚买加,没有年度最好成绩英国,也没有亚洲第一速度,日本。 美国A比两队加起来,也只有科尔曼和罗杰斯入选了市井赛的大名单。 美国对市井赛名单对手的竞争力不足是其一,最后夺冠的成绩也不是他们的最佳水平。 38秒19的成绩,迪于去年里约的37秒90和37秒82,率好于今天早些时候小组赛跑出的38秒20。 中国队在向着更强的对手发起挑战,但时间已经追上了他们。 以10秒03的成绩,跑进百米决赛的苏炳天已经28岁,算上87年的张培蒙。 接力队的两位主心骨都已经处在职业生涯的末期。 谢震业带商出战是5位,也是无奈。 他的踢步,梁静生百米皮比只有两年前跑出的10秒38,接力队陷入无奔可用的尴尬。 这个情况来源已久。 铁打的三人组,流水的第一棒,接力队六年来已经更换了六个一棒选手。 今年刚刚上位的吴志强,上半年的最好成绩只是中等水平的10秒20。 亚洲的老对手日本,在用人方面要宽裕得多。 比赛前和日本队一起踩场训练,苏炳天就表示,他们真的很强,有物,六个人能跑。 死言不虚,在萨米布朗确定不能参赛的情况下,日本队还在开赛前拿下了为他们在里约夺赢的公骨支撑,剑桥飞鸟,选择四位日本本土选手参赛。 左翼剑桥飞鸟除了独步天下的接棒技术,日本更让人羡慕的是雄厚的人才储备。 在日本,田径的热度攀比足球,每年的传统长跑,接力相跟异传,都能有20%的电视收视率。 人才规划战略为日本带来了不少潜力新兴。 混血军团里,萨米布朗,日本加纳和剑桥飞鸟,日本亚买家都已经成长为能够跑进10秒10的顶尖选手。 2008年北京奥运会,日本4X100米接力就拿到了铜牌,之后张培蒙和苏炳天的横空出世。 国家田径总局开始重视这个项目的训练。 如今中国队拥有了和日本比肩的接棒技术,比日本选手更快的绝对速度,竟不值得欣喜。 但今后的路依然很长,尤其是这批老将退役后,中国田径在短跑项目又将进入一次新的真空期。 但愿这段日子,不要太长,回到开始的地方。 在市井赛接力开战前,ESPN媒体评选历史上50大黑人运动员,博尔特利亚贝利等伟大球星,位居榜单第14位。 这是对博尔特职业生涯最大的肯定。 比赛开始前,莫法拉赫走过来和博尔特相互拥抱,他在更早结束的5000米比赛中没能完成市井赛五连贯。 最后屈居亚军,也许在莎士比亚的故乡,戏剧化和不完美才是最好的结局。 若干年后,爱上田径的孩子,可能还会模仿这两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动作。